哈喽,哈喽,大家早安 已經10點了,我們再稍稍等一下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 OK,很好,有聽到聲音 我的麥克風有點太敏感 所以我旁邊做到的聲音可能都會跑進來 希望不會影響太多 等待的同時,跟大家說很感謝 我們很久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像Semina,Vemina這樣的事情 去年在台灣,我們嘗試了第一次的Solution Day 各位也很捧場 台灣場是我們全亞洲辦起來最多來賓的場次 大概接近100位吧,我們訂了100個位置 幾乎做滿 因為今年的疫情的關係,我們本來是 預計今年要辦兩到三場 那就都取消掉了 所以,取而代之,我們就是用這種Webinar的方式 線上的模式來做進行 那這樣子有好有壞啦 就是,北中南都可以參加嘛,對吧 那壞處就是,我不能看到各位的臉,對吧 不能做一個比較有趣的互動這樣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像是自己在跟電腦螢幕講話這樣 然後電腦螢幕還投視我自己的臉 所以我自己在跟自己說話這樣 看起來蠻蠢的 好,那我們就應該先開始啦 因為根據經驗,一個小時是超級不夠我講 所以我大概會講一些重點啦 大概講一些重點 因為我想各位大概都對NX有一點點的了解 所以一些比較基本的事情 基本的東西我應該都會帶過 再次感謝各位參加我們這個 算是第一次的台灣的Webinar 各位可以看到我連這個簡報都還沒翻中文 因為之前都是做英文的簡報 還沒翻中文 好,那一開始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 Ernest Client Ernest Witness 這個Client 客戶端其實它就是一個媒體播放器 也就是說 我目前的做法是把我把簡報的圖片 把圖片把它截出來 放到我的Client上面做成簡報 那包括這個影片 影片也可以放上來 所以用過的應該都知道 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的一個Client 所以我 因為我們在新的版本上也支援了這個Webcam 支援Webcam 所以我可以把Webcam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的Client 然後呢 我們的軟體也只有這個界面 所有的LiveView、Playback 通通都在這邊操作 包括設定、ShowEvent 全部都在這邊完成 最近很胖,還是不要看好了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 那 Webinar 我們首先當然要介紹我們公司 那個Network Optics 大家應該都是認這個Logo NX 那我們其實核心主軸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IP surveillance變得很簡單 變得很簡單 包括 不過我想這個市場上所有的Partners 除非你是SI 就是說您手上本來就要去收集攝影機、Switch、軟體等等的SI 您才有可能全方位都掌握 因為我們的股東之一 他以前在ERICON工作 是Top Sales 那他常常在暗場上遇到Milestone 那他就很愛說一句話 他說 我都這麼專業了 你別人這麼搞啊 我遇到Milestone 我還是兩手一攤 我完全不懂他要怎麼設定 非常困難 對他來說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發生 因為你對於一個操作者來說 你要會操作你的平台才有效果 對吧 那你的東西難道 變成人家都不能操作 不會操作的話 那你這個東西是失敗的 所以當初在創業要做這個NXR的時候 他首要的條件就是要把它做得很簡單 所以跟各位分享 我們公司的RD 除了RD之外 你知道RD就是一個團隊 他會把你要的功能做出來 但是他就僅止於做出來 能運作 就這樣子而已 對吧 那我們另外有一個 應該不算團隊幾個人 他是負責使用者體驗 也就是說RD做出一個功能來之後 如果不能通過這個 使用者體驗團隊的認可 這個功能是要被打回去 是要被打回去的 也就是說 你不能只是做出來 你還得好用 你還要方便使用 這是我們這個蠻特別的地方 跟別人比起來 那我們公司 2010年成立 那2020年也就是今年 其實是我們的10周年 本來想說搞大慶祝一下子 結果就 Yeah!疫情發生 我們公司的辦公室 有一些辦公室 那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辦公室 蠻多地方都有 support 的人員在 所以說 如果您是在全球各地有遇到問題的時候 其實您大部分都可以找到人家的資源 我們的人都可以支援到您 這樣 那我們的團隊也 當然因為是軟體公司 研發很多人 那我們support 也就是說我們技術人員 總共加起來大概佔了公司的80% 那我本人 我也會把這個sales 也把它放進我們的support的一個名單內 因為像我來說 我也是都在support客人 就是 所以你可以講 我們公司基本上9成以上 都是在support客人的 所以你基本上 不用怕找不到人家問問題 那這是我們幾個 我們這三大主軸 不過我不是很 不是很愛講這個 因為就 就是 大概挑過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軟體非常小包 我待會也會針對這件事情介紹一下 安裝只要兩分鐘 市面上應該沒有一個VMS 安裝只要兩分鐘的 那我們support跨平台 我們應該也是第一個 跨平台後還能全功能運作 而且我可以把這個跨平台的機器 全部把它綁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系統的 我們應該也是第一家 目前應該也是唯一一家了 那同樣的唯一一家 我們是support NVIDIA的 我們有很多partner 他自己的方案 裝在JSON上 裝在Tesla上 Nano上面 OK 我都跟他們說 其實你可以直接 把恩材裝進去 一起運作 運作得很好 這樣 那就是一個 這個我們marketing 做的一個可愛圖片 意思是說 就是一般的軟體 可能要花你很多的時間 或花很多的工夫去maintain 這一套不用 有點像是請猴子都能搞的感覺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我們的架構面 那基本上我們的架構 雖然我剛剛說的我們軟體要做到很簡單 很簡單 但並不代表這個軟體是一個很沒功能的軟體 很弱的軟體 把整個架構攤開來看 其實我們可以是這麼複雜的 我們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說 Mobile Mobile Ser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ment Server Storage Server 等等等等 這些事情 我們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 都放在NX Server裡面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全方位 all-in-one的一台Server 這個有點複雜 所以我大概都會跳過它 我們基本上我們來講這個就好 在一個正規的暗場 您一定會遇到會有攝影機 對吧 或者是會有 我們通常都不太愛講攝影機 因為我們喜歡把它講得比較廣泛一點 就是說 不只是IP攝影機 包括你的NVR、DVR 我們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裝置 NX可以從那邊去取得影像 那取得影像之後呢 把影像放到所謂的Server上面 這邊就是任意的Server 任意的PC 甚至是那種USB電腦棒 都可以裝上我們的NX軟體 成為一個錄影主機 那主機跟主機之間呢 我們不做主蟲架構 我們是把它綁定在一起 有點像蜂巢蜂窩有沒有 蜂窩就是一塊連子一塊 一塊連子一塊 對吧 所以你們會發現我們很愛 把一個單元畫作是這樣子六邊形的 像蜂窩一樣的 好 那這個也是待會兒我會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蜂巢式架構 那接下來就是CLINE 我們有三種CLINE 網頁式的、應用程式的、跟手機的 透過CLINE連到你的Server 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看影像、回放影像 對整個系統做設定 或是接收事件等等 OK 蠻簡單的一個架構 最上面我們有個Cloud 我們有一個雲 我們這個雲呢 我們並不是做來雲錄影 並不是把影像錄在雲上面 當然這個東西我們也會做 事實上應該也在進行中 但是那應該是不一樣的客群 所以雲錄影我們目前還沒做完 那目前提供出來的是雲連結 雲連結 也就是說今天您用一台CLINE 正常來說你要連到Server 就是必須知道IP 對吧 透過IP去連到你Server 然後做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並沒有IP呢 或者是說你並沒有固定的IP 像很多的網路都是所謂的不固定式IP 大概兩三天會變更一次IP地址 那您可以這麼做 將您的這個主機跟我們的雲註冊 註冊完之後呢 它的IP地址會不斷的更新到我們的雲上面 這個雲就像個聯絡簿一樣的 那你的CLINE呢 每當你需要連你的主機的時候 你只需要也是連到雲 我們的雲就會幫你做橋接 你的CLINE就會自動的透過雲 知道這個Server在哪裡 然後直接P2P溝通 直接P2P溝通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雲呢 Amazon嘛 但是影像並不是從Server 丟到Amazon再丟回來給你 不是的 等到這個連結成立之後呢 是CLINE對Server直接溝通 簡單說 你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不再需要固定IP 當然你也不需要去做DDNS 你也不用再做任何的這個 這個分享器的Louting設定 這些都不必要的 所以你可以快很快速的增進你這個 這叫什麼部件的速度 如果你是做這個部件服務的話 那這個跨平台我大概先跳過這個 我們來講這個蜂巢式架構 蜂巢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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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巢式架構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剛剛說了我們跨平台 你只要有一台電腦 不管你是裝上Windows還是Ubuntu 這樣這是一種目前最流行的一個Linux 不管你是裝上哪一個 你都可以把主機們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們不做主重式架構 以往的主重式架構就是我挑一個當作主人 大家都連這個主人 那如果要看到這個後面這個Snap的影像的話 這個影像會透過它傳到它 才傳給這個User 對吧 但是各位會發現這樣子的架構中 Loading都在他身上 Loading都在他身上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每一台都可以是這個連線窗口 當你合併完之後 你連到任何一台都可以看到全部 那就很方便你做一些特殊的部件 比如說 比如說我這是個銀行 待會我會接受到這個銀行的案例 我這是個銀行 那假設這是台北分行 那台北分行的這個行員 他要連線影像的時候 當然他全線只允許他看台北的攝影機 以往的架構 祖宗式架構的話 他們都會把這個所謂的祖放在中心端 那台北這個人員要看影像的時候 他是連到中心端 然後才連到台北的影像 這非常蠢 因為我既然人都在台北 我只是要連台北主機 我為什麼要連中心端才看到影像呢 這樣影像不是過兩次流量嗎 對吧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都傾向於錄在Loco 那這個行員呢 也直接連線到Loco這台機器 他就可以享有高速內網 來看影像的這個服務 對吧 他不需要連到中心端 那如果高雄分行呢 一樣高雄分行就連自己高雄的 就看到自己高雄的影像 對吧 那當然總部那邊也會有台機器 總部的人員呢 連總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影像 這是一個 算是離散式架構 又集中管理式的一種做法 錄影錄在這個本地端 但是呢中心端做監控 那你中心端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電視牆去顯示 你也可以不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知道銀行 大部分都走VPN 那VPN又非常貴 對吧 那我們有一些案例 他銀行的做法 並不在銀行端 把全部的影像打出來 因為對他來說那些影像 他看了也只是 他只是看到 他並沒有需要它 對吧 然後總行這邊反而是 做到一些事件的收集 比如說在這一台機器 某一支攝影機掛了 可能在行員看到之前呢 總行就已經先透過事件知道了 他就可以派人去處理 因為修攝影機之間 是可能不是分行這邊的人能夠做的 總行這邊去做一些 算是微韻啦 算是微韻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有磁碟故障了 或者是阻機故障了等等 那在我們的架構中 因為我們做到這樣的蜂巢式架構 所以我們能夠做到 一種特殊的備源 我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個備源 因為它也不是N加1 它也不是N加N 也就是說假設我現在有6台主機在這個地方 我並不需要準備一台備源機器在旁邊等 不需要等 這6台機器呢 彼此就互相幹了備源這件事情 好比說台北的故障了 如果平寬允許的話 高雄的會去接手這兩支攝影機的錄影 那如果高雄故障呢 台中可能就把這四支都把他接手了 如果台中故障呢 maybe 花蓮 把這幾支全部接手在一起了 也就是說 在條件允許之下 在條件允許之下 整個架構中呢 不會因為有幾台機器故障就不錄影 這是我們認知到的 錄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是你可能比較會減少你沒有錄影的風險 第二個是你的查修的時候也方便 比如說 像銀行它就很常發生它有寄維修 我好比方說 台北有這六台 這六台都在台北 那寄維修寄保養 它就是必須把機器關機拆開來 硬碟叉叉去灰塵等等的 那通常這台錄關機 它就不錄影了對吧 在我們的架構裡面 你就放心的去關機吧 你就把這台關掉 這兩台攝影機會自動跑到別台去備源 去錄影 你就放心的去 去吹你的灰塵去查你的修 所以備源這件事不單單只是怕主機壞掉 還讓你在無時無刻你想要做維護關機的時候 就放心的去關機 因為備源正在運作中 這是我們認知到備源的一個好處 那我們把備源也做得很簡單 所以設定上沒什麼複雜度 OK 那這是我們的HardwaySpec 就是硬體規格經驗表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個128隻攝影機是我們的一個 算是建議值啦 你只需要一個Core i3的CPU 一個16G的記憶體 就夠了 就夠了 那如果你只是個8隻16隻 那你可以發現更低了 這個ATOM就夠了 OK ATOM就夠了 所以在錄影主機的效能上 其實需求是非常低的 那在CLINE這邊我們會建議至少這個i5 裝一張顯卡 因為我們的CLINE有一些事情要跑到GPU 會跑到OpenGL 所以裝一張顯卡 就降低CPU的使用率 所以我們CLINE的建議值大概在這邊 好 那這是這個美國最知名的雜誌 IPVN做的一個2020年的軟體喜好度排行 那今年我們很有很榮幸的就是衝到前五名了 跟Visionon, Genetech, Milestone,還有Exact吧 好像是就並列前五名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一下功能面 那首先我會講到軟體安裝這一塊 為什麼我們的軟體可以這麼小 為什麼軟體可以這麼小 其實有一些訣竅在 第一個我們不依賴一些套裝的這個資料庫 比如說微軟的資料庫 那一包可能就幾百枚 對吧 你要把它包進來 那當然你的整個檔案就很肥大 我們用自己的資料庫 我們自己透過 透過SQLite去修改來了自己的NX資料庫 OK 那再來是framework這件事情 我們也不用微軟的framework 因為我們要跨平台 對吧 我們不是只運作在Windows上 我們有自己的framework 各位也知道framework的動輒也是幾百枚 也是非常大 你把它包一包就1G了吧 對吧 所以我們才可以做到軟體非常小 非常輕量 安裝兩分鐘就完成 OK 那接下來我們 因為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得簡單 各位可能都有這個經驗 在辦公室你有一些攝影機 你打一台電腦裝上NX 你就發現攝影機全部都啪啪啪跳上來了 因為我們做到真正的自動搜尋 你連按都不要按的自動搜尋 OK 我之前就常常去一些攝影機代理商的公司去做簡報 當我進到辦公室 他網路線給我 我一插上去 我還故意就是把Knight打開 在他面前插上網路線 然後攝影機全部跑出來 每一個人都會嚇一跳 就說我都還沒有告訴你帳號密碼 你就把它抓進來 對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是用一些預設帳號密碼 如果他沒改過 我們基本上可以全部抓進來 就算你改過 我也可以抓進來 只是看不到影像 它上面寫需要登錄 這樣 所以自動搜尋這件事蠻重要的 對一些人來說 他在做部件的部分 有自動搜尋會快很多 快很多 接下來我要講功能的部分 剛剛講的第一個 我們覺得錄影是絕對必要的 在一個軟體來說 在一個錄影軟體來說 第二件事必要的就是找影像 各位可能都有遇過這個情況 比如說最近病毒的關係 在我們辦公室其實很少人去 但是我就偏偏就是要找 有誰進出我辦公室的時候 以前就是放著快轉 如果我錄了一個月 你就是快轉一個月 慢慢看什麼時候有人進來 對吧 那在NX裡面我們不這麼幹 我們建議你點一下 我們這個智慧搜尋的按鍵 然後你去跨 比如說畫一下門 下面就有很多紅色的斑點跑出來 那就代表我們下面綠色的是 我們的時間軸 錄影時間軸 有紅色 有畫紅色的地方 就代表在那個時間點 有motion發生 在你畫的這個格子上 emotion發生 也就是說 有人進來 或有人出去 這樣子 所以你不再需要做快轉 盯著螢幕橋 傷你的眼睛 你只需要在人上框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 我們下面的事件是一個接著一個播放給你看 你也不需要去手動點擊 讓它去跳下一個下一個 不要的 它就是自動這個播完 播下一個 哪一個人進 哪一個人出 哪一個人進 哪一個人出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的認知是 絕大部分 找影像是一個很花時間的一個做法 那用這個方式可以大幅節省一個時間 那接下來有些攝影機呢 它是這種比較屬於高解析度 可能還多鏡頭型的 那像這個 這個好像是 2000萬畫素吧 2000萬畫素的攝影機去照顧 像這樣子的一個廣區域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很多客人就會說 那不對啊 我的螢幕才Full HD 才200萬畫素 那我看這個很浪費 沒錯 這樣子其實很浪費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數位變焦 把它放進來 又或者是 我們有更好的做法 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放大視窗 你可以去這樣 手動框 你就可以去看到一些 驚喜的部分 有一點點像子母畫面 有一點點像子母畫面 比如說 遠方這邊有垃圾桶 它又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那這個框呢 可以框很多個 你可以框很多個 你可以看看這個倉庫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吧 簡單來說 一支當多支用 一支當多支用 像這樣子的畫面來說 一支攝影機 你可以把它框很多的框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是 好像感覺裝很多支攝影機的感覺 那更妙的是 你框出來的這個 我可以單獨把它截圖 截出來 又或者是單獨匯出這支影像 OK 可以單獨的針對這支攝影機 會出或截圖 OK 好 看到有人舉手 我看一下 事實上我沒有用過這個舉手這個功能 我該怎麼讓他回應 OK 讓我看看 是哪位 Shawn Shawn 你舉手了 Hello Hello Shawn Hello Hello 好吧 沒事 OK 好 那我剛忘記講 就是說 您的那個畫面下方應該有個Q&A 對吧 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把它打在Q&A上 或是這個Chat這邊都可以 有任何問題 你就可以先留言 我待會回答 那當然 你也可以做那個舉手 那我就會去Q&A你回答 Q&A你問問題 那應該是這麼用的吧 我其實不太懂得怎麼用這個舉手的功能 OK 所以是一支當多支用的概念 一支當多支用的概念 那接下來講這個Warehouse 倉庫 倉庫的案例 像這樣子的一個倉庫 我們有個案例就是說 他以往做這樣子的倉庫的監控的時候 他都需要一支這樣全景的攝影機 然後呢 你可以發現 每一條這個 這個叫什麼 巷子 每一條這個 這個巷道 都要再放一支攝影機 去獨立去監控 那他發現 像這樣子一個倉庫裝起來 40支攝影機 才能完成 那其實 透過NX 你不需要裝這麼多支 你就是一支 一支可能無法完成所有的巷子 可能大概兩到四支 兩到四支 廣區的攝影機 他就可以完成整個倉庫的監控 那一樣一支當多支用 你可以把它框很多出來 去監看不同的 比如說這個 特別重要的商品等等 OK 我這邊先回答一個問題 有一位說 有時候框起來 子摩畫面框的區域不一致 基本上這個比較 應該比較會發生在魚眼 發生在魚眼上面 比如說 我如果現在框這個地方 基本上會很一致 基本上會很一致 但是魚眼就不一定了 比如說我這個魚眼 我這邊框這個地方 這個還蠻一致的 OK 這個還蠻一致的 通常您這個問題 應該會發生在魚眼之上 那只要那個魚眼 不夠圓的話 不夠圓的話 又或者是那個魚眼有被踩到邊 就會發生您剛剛說的問題 你去框 但是你框的位置 你框的這個畫面 跟顯示出來畫面不盡相同 那個通常發生在魚眼 OK 那講到魚眼 這邊就來講魚眼的部分 然後很多客戶其實喜歡魚眼 因為魚眼是一個可以 一支攝影機 就照顧到整個範圍的一種 一種攝影機的用法 那 各位看一下 魚眼就大概做一些這樣的設定 你就可以把一支魚眼攝影機 把它變成顯示90度 當然你就可以調角度 180 360 OK 那這個好處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一支魚眼 傳統在這個案場上 這是香港Levis 他要裝八支攝影機 就是每個角落各裝兩支 每個角落裝兩支 去涵蓋整個範圍 那用了魚眼之後 他只需要一支 那一支代表只有一支的caveling 一支的storage 一支的license 一支的故障風險 當然一支故障風險是很高的 對吧 那對他來說 他用一支魚眼攝影機 他可以涵蓋到所有的區域 這是他喜歡的 那用NX來做這個又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永遠都錄下這顆魚 這顆魚眼 但當你去轉這個角度變90度的時候 這個只是我們的clime 去轉給你的 並不代表我現在錄影就是錄這個90度 不是的 我們錄影永遠都錄原始的畫面 這樣子的魚眼校正是clime端幫你做掉的 跟server短度下的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盡情的轉 不用擔心你轉前面後面沒錄到 好 180 360 甚至香港Levis拿這一張照片 當作一個有點像是廣告 這樣子用法 因為香港Levis這樣子快閃電蠻多的 小小間的對吧 那做廣告其實沒有很 拍照片拍起來沒有很好看 他就用這樣子的一個畫面去呈現 看起來好像很大 好像很大 其實他只是一個小小一間 蠻有趣的 他要做這樣的應用 再來是魚眼 我們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 做巡逸用途的一種攝影機 也就是說你設了幾個預設點 然後開啟這個巡逸 他就在這邊跑完過一下子 跑這邊 這邊跑完過一下子再跑另外一邊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對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他巡逸通常就是讓他跑24小時 在做巡逸 第一件事攝影機容易壞 因為像那樣高速球是必動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24小時讓他跑巡逸 他裡面的皮帶是會磨損的 馬達可能會故障的對吧 你可以想像一下你騎摩托車 摩托車裡面有個皮帶對吧 你24小時都在騎 你的皮帶是不是很容易就壞掉 一樣的道理 好一樣的道理 那用魚眼來做這樣的巡逸 第一個 他不會壞掉 你可以講他是一個不會壞掉的巡逸功能 對吧 大概第二個是 當他在巡逸的時候 他不會因為現在轉到了這裡 後面就不錄了 對吧 因為我剛說了我們的魚眼是錄整顆魚眼 對吧 那你轉到哪裡 我就是秀給你看那個地方而已 所以這樣子的巡逸 不會遺失一些漏露掉的東西 有兩大優點 用魚眼來做巡逸的話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 下一個 下一個 哇 還被那個大擋住了 ok 雖然我剛說魚眼某程度上可以取代PTZ 但是PTZ畢竟是有光學變焦的 對吧 很多人可能需要這個光學變焦 那 那 現在是IP 的時代了 那你用這個所謂的PTZ變焦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客戶可能 都用以往的思維 要一個這個搖桿 對吧 用搖桿來操作這個PTZ球機 那他會發現他用球機 用搖桿 往左邊動 往左邊動 然後再來看攝影機的時候 他會發現並沒有同步 攝影機並沒有馬上移過去 他就會感覺到很失望 可能會說這個攝影機很爛 只要有一個很爛等等等等 但其實不是 這是網路的原罪 在中間一定會有一些 有些延遲發生了 所以基於使用者體驗的考量 我們做了一個算是進階型的PTZ 也就是說您可以發現 您只要在畫面上點一下 攝影機就會移過去 在畫面上點一下 攝影機就會移過去 您並不需要用搖桿去試試看 右邊一點 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 不要了 您就直接點一下 我們就移過去 框一下 我就把你縮放進去 點兩下 我就把你縮放回來 再框一下 再幫你縮放進去 我們的認知 PTZ應該這麼用 去減少一些 因為網路延遲 所造成的這個PTZ 不好用的這個誤會 這是在PTZ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我們來講講控制 來講控制 其實因為現在都是IP化 要做一些控制其實很簡單 攝影機也都有些 DIDO 那我們可以做到 在NX的畫面上做一些按鈕 你只需要點一下 我們可以開燈 再點一下另外一個按鈕 關燈 這些都透過IP達成 你也不需要一些特別的裝置 你只要攝影機有DIO 透過NX 就可以辦到這個事情 所以你現在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開關燈 開關門 開關冷氣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無人停車場 你可以開閘門 關閘門 比如說有無人停車場的做法 是這樣子 我車子是用車牌辨識的方式 我是這個社區的住戶 我只要開過來 辨識到我的車牌 開閘 我就進去 但是 可能有些狀況 我車牌髒了 我車牌壞了或什麼的 我就是進不去 我到了這個渣口的時候 因為現在就是少人化 把人工減少 我不可能每個社區都放一個24小時的 杯杯的那個地方 對吧 那我有可能就是按下這個 這個警報鈕 會有個24小時的一個服務中心 那邊會有人 他就可以打開這個影像 看到 OK Andy回來了 的確我查了一下這個記錄 您的確是我們的住戶 開不了 側拍辨識可能有點問題 OK我手動這邊幫你開門 開這個閘口 可以這麼做 去減少一些你前方的一些社區管控的loading 那因為安全的疑慮 安全的考量 所以我們目前都是所有的連線 登錄 事件 通通都是加密的 通通都是加密的 那我們也可以對影像做加密 影像串流做加密 當然這可能會造成多一點點的loading 不過我們可以對影像做加密 預防駭客 從中間去取得的通包 還原的影像等等 那除此之外 其實這一個東西 會是更多客人需要的 除了這些 你比較看不到的加密之外 這個東西是他們有感的 我們講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帳戶符水印 就是說Andy今天 Andy login到這個系統上 Andy的名字就會秀在上面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我身為這個畫面的負責人 我必須要有責任感 不要讓我的畫面被倒摳 不要有人來拍我的畫面 錄我的畫面 所以我要去保護這個畫面 不要被倒摳走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基本上 根據調查啦 真的流出90%都是這個 這個操作者幹的 所以這有點警示意味就是說 你敢流出 你的名字就在上面 不要這麼幹 大概是這樣 那目前有很多這種 Smart City 跟政府相關的 軍情相關的 以及銀行 還有高科技廠房當然 他們都會蠻喜歡這個東西的 因為這個 可以 我講個 這裡應該沒有越南人 我講一個比方 在寶城 寶城越南那個地方 它有Nike廠 有Adidas廠 對吧 那其實他們那邊應該都會有一些 都會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啦 就說很怕資訊流出等等的 所以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蠻放在心上的 因為至少他們可以減少 真的影像被流出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這個對安全治安來說是蠻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使用者行為紀錄 使用者行為紀錄 如果萬一真的不幸的影像被流出了 您是找得到誰幹的 我們這邊有個使用者行為紀錄的功能 你把它打開來 這邊紀錄著所有哪個帳號 哪個帳號 從哪一個IP 以及哪個時間點連進來幹的什麼事情 全部都列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你也可以搜尋 我搜尋Andy 我勾選這個匯出影像 你就可以找到 Andy匯出影像的紀錄 那後面有個play 你只需要點一下play 我們就會秀給你看 Andy匯出了哪一個影像 這個其實蠻有用的 讓你在集合誰把影像倒扣出去的時候 很有用 剛剛說的是 如果有人直接拿手機側拍流出的防範措施 那這一個是用這個 如果有人用這個NX的匯出功能匯出的話 你也可以找得到是誰幹的 那第一個是資源檢視器 資源檢視器 就是說你可以及時的看出 你現在的主機的CPU 記憶體 然後這個硬碟的loading 以及你的網卡的loading在哪裡 那一台主機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特別感覺是有多厲害 當你做到很多台主機的時候 這是韓國的智慧程式吧 應該是 當你有很多台主機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一攬 你所有的主機的loading 你各位可以發現這個硬碟使用率都偏高 對吧 這是韓國的智慧程式 好像50台主機 每一台各60支攝影機好像是 OK 那剛剛說的電視牆 在一個比較大型的暗場 你可能會需要電視牆 那在NX 你不需要去買一個專業的電視牆主機 或是什麼所謂的矩陣主機在後面 不要的 你只需要一台基本的PC 當然你顯示卡要夠啦 比如說六顆畫面 他這個案子好像是用兩張1060吧 好像是 每一張插三個畫面 每一張插三個畫面 一台主機 cover這六個畫面 另外一台主機 cover這六個畫面 然後呢 你就把主機往後丟 丟到牆後面去 那你怎麼操控這些 正面牆呢 你只需要有另外一台NS Client 你可以在Client上看到這十二個螢幕 你就可以去做配置 我要九個畫面顯示在這邊 九個畫面顯示在這邊 然後一個畫面顯示在這四個並在一起的大螢幕上 透過我們的Video Wall的這個功能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的螢幕拼接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再去買一些特殊的硬體 特殊的電視牆的應用方式 直接用NX就可以做到 當然 待會可能會提到一下 就是NX的這個Video Wall功能是另外計費的 NX的計費方式非常簡單 待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先提一下這個Video Wall功能是另外計費的 那剛剛這個是泰國清邁的案子 因為清邁跟南投一樣很大 警察不容易到一些地方去 所以他就特別依賴這些攝影機 這是第一期十二顆螢幕 第二期就到了三十顆螢幕 他們非常非常依賴影像 我看一下我還有多少時間 我還有20分鐘 這個是我們的錄影排程 你可以自己去定義七成二十四的錄影排程 那這邊我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東西 像台灣的銀行ATM 他都有儘管會有規定 錄影一定要20小時全時錄影 但是有些ATM很偏焦的地方 一天可能10個人5個人去 那你錄24小時是真的很浪費 真的很浪費那個硬碟空間 那我們的做法是我們要應用這個東西 我全時錄低解析度的影像 那當有Motion發生 也就是有人來操作的時候 我改成錄高解析度的影像 那這個就很有用 這個就很有用 對一些需要20小時全時錄影的地方 但是他要想省一些硬碟空間的時候 這個會很有用 OK 那就是磁鐵分析 就是基本上可以知道 你每支攝影機目前佔了多少空間 目前總共錄了多長時間 如果後面還有它的B-Ray 就是說 有一支攝影機B-Ray特別高 那八成是有些設定有出錯 讓你可以去檢查 去確認一下 那這個功能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預測 就是說 我有一個案長可能要錄6個月 但是我現在一個月我就把它完工要驗收了 但是客戶不相信我能夠錄6個月 我們這邊有個預測的功能 你只要點一下之後 我們就可以預測把空間用完的話 能錄到多長時間 很多的案例 他們都用這個去做驗收的標準 那比較精明的User可能會說 不對啊 那你怎麼去做這個分析判斷的 基本上攝影機的頻寬進來多少 我們就錄下多少 對吧 進來多少是錄下多少 所以我們是用頻寬去做這個評估標準 那我們是用平均頻寬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錄了一個月 我就是給你這一個月來的平均頻寬 也就是說 你可能白天比較忙 晚上比較不忙 當然白天頻寬可能比較重 晚上比較不重 但是因為我是用平均嘛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是非常準的 所以很多客戶是用這個東西來做一些驗收的憑據 或者是說自己評估到脫來錄不錄得到六個月 這樣子的應用方式 那在一些大暗場 這個AD或是LDAP這樣子的東西是被需要的 這個基本上你可以簡稱它是一個帳號資料庫 比如說以一個暗場來說 假設它有10萬個人 那10萬個人我不可能NX鍵好之後 叫這10萬個人都過來給我設定帳號密碼 對吧 那目前的做法一定都會是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資料庫 你只需要從我們NX這邊去跟資料庫要他的卡號進來 然後去驗證這個密碼對不對 然後就放心 這樣有個好處 就是說假設今天Andy從這個公司離職了 他只需要在他的帳號資料庫裡把Andy砍了 在NX裡面就不能被使用了 這個同步性是存在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帳號 帳號應用的相對應的做法 那再來是授權方面 我常常說NX基本上是個半免費軟體 就是說你裝上NX加了攝影機 看到機視影像到此為止不收任何的費用 不管你有多少的Client 你把NX裡面的這個所謂的事件功能 規則功能把它用得很透徹 到此為止都不收費 打個比方我們在胡志明那邊有一個案例 是胡志明的學校 那個學校跟我們的門禁攀 七友科技做的結合 他希望學生到校之後刷了卡 NX能夠把這個到校記錄 送個E-mail到家長的手上 因為他沒有錄影 他前面只裝了一些攝影機 裝了NX 然後裝了七友的門禁機 有人去刷卡 那個七友門禁機就會丟給NX NX就會根據事件規則把它發送給對應的家長 所以這是個完全免費的案例 用來做個算是有點像是考勤紀錄 但是不錄影的一個免費案例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站點很棒 我就去拜訪 那是胡志明台灣學校 我就去拜訪一下 跟他講一下 如果你錄影的話 你可以有更多的好處 更多功能對吧 然後他聽一聽就買單了 因為你有錄影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回放 比如說有爭議 你明明家長就有收到刷卡資料 但小孩的確沒有進校 那你總要佐證 對吧 你有錄影才能佐證 我們可以透過結合 七友刷卡之後 這個學生的資料 tag進學生當時去刷卡 那時候的影像 跟影像綁定在一起 你就可以實實切切的看到 這個學生有沒有進學校 還是刷了卡 就轉身離開 這個都是可以被審核回來的 這是我們的計費方式 因為我們的計費方式 就是我們只收錄影的license 你有多少支就收多少錄 比如說我辦公室是10支攝影機 但是我只想要錄門口那一支 OK 你就裝NX 把10支收進來 10支都看大影像 但是你只買門口那一支嗎? 我就讓你只錄門口那一支 我們基本上不綁定那種攝影機 也就是說你門口都是如果故障 你就換一支攝影機 然後自己去把舊的停止錄影 新的啟動錄影就好了 你不用去做任何的 跟我重新renew授權等等等 都不需要 OK 那基本上我們就只收這個 而且不用任何的 維護費或是升級費 日後我們有新版本這個升級 比如說7月我們就會有一個新版本 我們會有一些新功能 你就在免費升級上去不要收錢的 OK 那因為我們的升級不收錢 所以我們就想要把它做得很好用 打個比方說 以前你用別套的VMS 或別套的任何的系統 你要升級一定是一台一台做 一台一台做對吧 你可能要拿個USB水聲碟到那台主機插上去 點兩下執行 然後做更新 或甚至你可能要移除重裝等等 等等 那在NX 你只要有主機都合併完了之後呢 你只需要點一下升級 這個升級包會download到這個客戶端 然後派送到所有的主機端 一起升級 一起升級 像我們越南有個案例 銀行那時候讓它升級的時候也是 170幾家分好吧 它不可能一家一家去做 就是點一下 100多家一起升級 OK 那剛剛說的功能這件事情 我們在7月的時候那個版本 會有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功能大家問很久了 但是有些困難性存在 那我們終於在這一次的版本會發出來 就是推播事件到手機的這個功能 簡單說你可以去設定一個事件 然後當比如說當有motion發生 當有人進到我的金庫等等等的時候呢 我要推播一個訊息到手機上 那當然前提是你手機要裝NX的那個APP 那當你收到推播的時候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會長這個樣子 你會收到一個來自NX的推播事件 那你點一下 我們就會回放到事件發生的那個當下 好比說我兩天前 比如說我禮拜五 禮拜五晚上下班左右的時候 我收到這個訊息 但是因為我下班了 我就沒有去點開來看 等到我禮拜一上班的時候 我把它點開來看 它會直接播當時禮拜五發生事情的那個當下的影像 這是一個推播事件的功能 這是我們的新版本上會 會擁有 OK 我回答一下問題 數位PTZ的使用方式 框起來可以做Room In 不是透過加減 您是問怎麼做數位PTZ 是嗎 基本上數位PTZ 我們一定是用加減來做這個Room In、Room Out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 我看一下 魚眼這一隻 比如說這隻攝影機 我要做數位放大 縮小一定是點這個加減 又或者是直接你的滑鼠滾輪 往內滾 我先把它放大 好 我點這個加就是放大 減就是縮小 或者是你直接用滑鼠滾輪 往內滾 這也是數位放大 只是說這是我們的看來段的數位放大 那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是一樣的道理 跟你去做加減 這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對吧 OK 那另外一位先生問 這個Video War能顯示Alarm嗎 還是只能看LiveView 目前的Video War只能做LiveView 有一個播放沒錯 Alarm的話 您可能是用另外一台 另外一顆 等於說你Alarm的那個螢幕 你就是接到一個Client 然後你設定好那個Client 因為你Client登錄一定會有一個帳號 我們可以讓Alarm 只派送到固定的帳號上 比如說我有個帳號就叫Alarm 那我這個Video War上面 這個Video War上面 有一個螢幕 我就是接到另外一台主機 那它是做Alarm的那個登錄 Alarm帳號的登錄 那你就可以去設定 讓它發生事件的時候 就pop up到那一個畫面上去 OK 我們標準的Video War 主要是用來做那個影像派送 影像派送 所以基本就是看影像用 基本上看影像用 多鏡頭攝影機的license怎麼算 如果是我們有資源的多鏡頭攝影機的話 就是一支攝影機 不管你是兩鏡頭、三鏡頭、四鏡頭 都算一個license 都算一個license 那至於什麼叫做我們有資源的攝影機呢 在我們官網上面有一個資源列表 待會我會帶各位去看一下 OK 那NVR的備源 OK NVR備源是免備的嗎? 我們可以從NVR那邊要影像過來 但是會錄在我這裡 錄在我這裡 也就是說要錄在我這裡的 才有備源這個功能 錄在我這裡才有備源這個功能 我們針對NVR 我們只是跟它取影像來 也就是說 NVR如果它自己在錄影 我是不能取它的錄影影像過來的 我只能取它的liveview過來而已 所以 至於NVR來說 它對我只是一個影像提供裝置 我可以收它影像過來 錄在我這裡 那你當然錄在我這裡就是備源囉 對吧 事件要什麼設置 OK 事件的話 我先點選回答完成 OK 事件的話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想我需要一支攝影機 這支好了 在攝影機上按右鍵 然後設定這個規則 這邊可以設定事件 你新增一個規則 你就可以去設定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幹什麼 那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這邊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攝影機斷線啊 或是有motion發生啊 等等等等 網路事件發生等等 那您剛剛說的有沒有偷竊這個事情 偷竊的話 會歸列在我們的 Fill Party的Partner上面 就是他們有做一些 AI的 AI行為的辨識 那跟他整合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選取 當有人偷竊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 OK 那剛剛所謂的這個 AI行為辨識這個事情 待會我馬上會提到 OK 所以事件就是在這邊 那既然開了我就提一下 事件都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發生什麼事情呢 然後呢我要做什麼事情 OK 好 那我們跳到 好 我要怎麼點到下一個 過去 OK 那接下來我就在講整合的部分 哇 剩10分鐘 好 那快一點 那整合基本上來說 我都會說 以以往的經驗來說 整合大概就是前三大 是前大大的需求 第一個是門禁的整合 門禁的整合 我們在台灣跟七有顆七有做這樣子的結合 那門禁整合呢 基本上是算是最簡單的一環 也是最直覺有用的一環 你在刷卡機這邊 你只要放上你的指紋 臉部或是卡片 卡機就會把資訊送到NX這邊 NX就會選擇比如顯示上來 或是響一個聲音 等等的 把基本上大多數都是把公號 人民 那maybe有這個部門別 把它列出來 那當你接收到一個錯誤卡 比如說Andy 我可以去二樓 但我不能去三樓 那我現在試著嘗試去三樓的時候 OK我就可以彈掉一個警報 讓警衛知道有人在做一些誤闖的動作 那所有的資料都可以被搜尋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Sean 什麼時候進到辦公室來 搜尋Sean 點兩下 OK 看到Sean的影像 或你可以搜尋Andy 打個Andy 或是打公號也可以 一樣點兩下 OK 你看到Andy的畫面 這也是一個你可以去做集合的一個動作 Andy是不是真的拿他的卡來打卡 來設置別人幫他代打卡 類似做這樣的動作 那這樣的整合非常簡單 只要透過一個API就可以完成了 機友跟我們做的時候 我跟他老闆講 我記得我好像要去參展吧 我跟他講一下 他某個禮拜五下午就把我搞好了 非常簡單非常快 OK 那剛剛說的這三大整合 第一個是門禁 第二個是人臉辨識 那人臉辨識廠商 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透過簡單整合 會API的話 也一樣會是剛剛的那種做法 當有人臉出現的時候 這個人臉會被寫進資料庫 你可以用搜尋的 搜尋Andy 就把你調出Andy的臉來 那我們的partner 現在這處人臉都做得比較進階 我們有另外一種整合方式 叫做metadata整合方式 你可以講它是進階整合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人臉辨識 在運作的時候 他直接把所有的訊息 都已經傳到liveview來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liveview上面 Andy的名字 性別等等等年齡都列出來 然後你可以搜尋 比如說你直接搜尋這個Sean 就把所有Sean的影像列在旁邊 點兩下 你就回放給你 OK 你可以搜尋男性 男生 搜尋一下 一樣 所有的男生就列在這邊 點兩下 就回放給你 OK 那這個關鍵字可以是多重關鍵字 比如說這個快樂的男生 你就會發現 每一個帶著笑臉的影像在旁邊 一樣點兩下 我就回放給你 OK 這是人臉整合的基本的做法 或是這個樣子 再來是車牌辨識 這三個不外乎 就是前三大大家最常問到的 車牌辨識 基本上就是 偵測到車號 把車號送到NX這邊 我可以做顯示 當然最重要就是要搜尋 你輸入一個車號 當作關鍵字 或是輸入部分 OK 點兩下 我就播放一個車的影片給你 比如說我在這個社區 我的車不見了 我直接把我的車號提供給管理者 管理者輸入進去 就跳出 當時誰把我的車開走 一目瞭然非常快 這是前三大大家最喜歡問到的 那我們車牌辨識廠商 他也做到了更多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貨櫃 貨櫃碼的偵測 因為貨櫃碼是一個國際認證碼 所以那個規格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車牌辨識 去做到這樣的貨櫃碼的偵測 在一些物流公司 他可能比較常用到 比如說 我想要知道我的貨櫃現在在哪裡 在我的NX平台上輸入貨櫃號碼 我就看到你的貨櫃在一號倉庫 等等的 或是剛離開這個彰化物流所之類的 那最近公司他還做很多 比如說闖紅燈偵測 逆向偵測 這個U-turn回轉偵測 這個路邊停車偵測 等等等等 或是超速偵測 這個都跟我們整合完了 所以我們的Panel 那當然是最近的疫情 可能會有這樣子的Shermo的影像 基本上Shermo對我來說也只是攝影機 我也可以收進來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去設定讓它溫度過高 當然是攝影機要有資源 它溫度過高的時候 它一樣丟一個API給我 讓我去發警報 OK 那電子圍離 現在越來越多人不太相信電子圍離 因為電子圍離其實非常的不可靠 我說紅外線的那一種 就是你要它叫它一定會叫 你不要它叫它也叫 所以通常就是架完就關掉 那現在電子圍離 蠻多人會想要應用這樣子AI的方式 因為AI其實強項就是辨識物件 對吧 當AI辨識到OK這是個人的時候 那這個人跨牆翻牆了我才叫 如果只是一隻貓啊狗啊 或是下雨下很大樹一直搖 去觸碰到這個電子圍離 它都不會叫 只有人跨過去才叫 這個應用非常廣泛 除了電子圍牆之外 在一些工廠類的地方 有一些大型機具的地方 不允許有人經過 你一開車經過無所謂 但人走經過它就要叫 是提示你說 這是個大型機具 你人員請勿靠近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開車經過沒問題 但人步行走過的時候 它會想警報 告訴你說 請勿靠近 這是個重型機具 這是個危險區 危險議題區等等 那當然最基本的這個人流技術 這個車流技術 不同的車種 然後是直走還是右轉還是左轉 這樣子的AI的一個功能 這是我剛剛說的AI行為辨識 有人移流物偵測 這個火焰偵測 這個不該走到停車場 他走到停車場了 偵倒偵測 打架偵測 或是剛剛說的偷竊 這個偷竊偵測 以及煙霧偵測等等的 這個都是我們的第三方廠商做的功能 那都跟我們整合完了 那當然也可以把它應用在NX的規則裡面 比如說有人偷竊 我就要想警報 有人跌倒 我要想警報等等的 這個故事也蠻好笑 他跟我們整合完之後 剛好澳洲就頒布了法令 就是說 所有的有老人的地方 養老院或醫院 都要有影像輔助的這種跌倒政策 那他就賺了一大筆 對吧 他就在那個地方有案子做了 那同樣的這個partner 他有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他有整合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物件搜尋 物件搜尋 他的平台可以做很多樣式的搜尋 比如說不同的物種 你可以自己在那邊搜尋 在NX裡面 你可以選擇 我想要找車號的 我想要找背包的 我想要找有人的 你可以在那邊用選的 我就幫你把它列出來 我會說這是另外一種Smart Search 另外一種智慧搜尋 你選擇你要看的物件 然後我幫你搜尋給你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到 關鍵式搜尋 你可以直接打 比如說 紅色的女人 拿著手機騎著單車 你把四個關鍵式打進去 我也可以把你調出 符合這四個關鍵式的一個影響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 智慧搜尋的 因為你連物件的特徵都可以搜尋到 OK 那另外一個 這在台灣可能比較少發生了 就是說槍械偵測 槍械偵測 當你有人持槍的時候 他的這個平台能夠偵測到 並且 報警到NX這邊去 目前當然就是 不外乎就是小槍大槍 這種兩種吧 散彈槍 大概這幾種 什麼特殊的火箭炮 那我不曉得 大概就是 一般槍械偵測 這個大概就是泰國跟菲律賓吧 比較可能會應用到 那接下來 因為我剛剛說 我們有做Meta的這個整合嘛 我們的整合元件都還蠻 聽說是還蠻容易懂的啦 所以目前有很多的partner 正在跟我們整合這個所謂的 攝影機內建智慧影像的深圖整合 把它整到NX 目前應該是 漢華 漢華TechWin完成了 海康大華進行中 Vivotech跟Bosch進行中 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 你可以在NX裡面去畫 攝影機裡的這個 偵測框或是偵測線 你可以在NX裡面畫 不需要回到攝影機這邊去畫 那畫 對 就在NX這邊畫 那畫完之後呢 我們會顯示在LiveReview上面 以及辨識完的結果 會顯示在LiveReview上面 好 這就是一種深度整合啦 深度整合啦 所以 我們很歡迎我們所有的這個 攝影機廠商都能做這件事情 可以讓你們的這個IVA 能夠 比較更大 更大限度的被應用到 OK 那這是大概我們這個整合的部分 那我看一下什麼問題 SS-Ctrl目前只有7 喔不是 不是7 我是7個朋友 7個朋友 7有科技 那目前只有7有嗎 台灣的話是 那海外的話還有別間 那因為海外的東西 我不懂 海外的門禁是超級貴 那中國的我們還沒有整 然後比如什麼 什麼 中國有些品牌比較便宜的 那個我們還沒有整 那海外當然我們有別的 澳洲的 或是英國的 那個都蠻貴的啦 那7有科技 目前是我們配合起來 算是彈性蠻大的 然後他們 不管是在這個 配合上 或者是你的應用上 或是你跟他下台上 目前都還沒有聽到一些負面的消息 所以可以跟他們聊聊 有需要的話 7有 7個朋友 OK 接下來講案例分享 其實案例分享我大概就快速帶過而已啦 第一個是寶城 我們對寶城做的幾個 在幾個國家都有做 然後 目前的回想都還不錯 那寶城值得一提的是他們IT非常強 他們IT非常強 也就是說他們標準非常高 當初我們在寶城越南去做測試的時候 他們提出的十三大要求 都非常專業 都非常非常專業 那當然很多 VNM廠商就被打掉了 比如說他要 一定要運作在五方獨資上 這就打掉大概 四倍上九成了吧 然後要支援LDAP 要支援Backup 要支援Failover等等等等 這個非常難 難度非常高 那我們那時候 花了一個上午時間去 去過關了這十三大的需求 然後針對寶城的一些訴求 我們去一一做解釋 所以後來就有做到這個案子 那還不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越南的一個銀行 因為銀行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應用方式 那比較可惜的是 目前在台灣比較少 這種銀行統包 就是說 銀行總行來做 我整個分行 要一起做的這樣的案例 因為你各個分開做 當然各個獨自管理 對吧 那總行最終 一定也要統整的一個需求 那統整的話 你前面如果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很難統整 對吧 那我們在越南這個地方 它剛好是一個 這應該是 軍警那邊的銀行 你看它是Postbank 跟油物相關的 對吧 那一百七十幾家一起做 那當時 他們主要訴求就是要裝 Ubandu跟LDAP 也一樣他們很多人 而且他不可能說 讓 裝完之後 讓一百七十幾家分行的人 都要回來 新增他帳號密碼 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用他的帳號庫 那 就知道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在前端那個地方 我們不讓他有 錄影錄到後台的這樣的做法 我們前面都錄在前台 然後後端只是做管理 只是做管理 那目前運作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那這是上海國金中心商場 目前大概2000路左右 這是只有一個點 那有分三區 不過就是一個客戶端 然後2000多路 那他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他前面用了很多的DVR 那他完全無法收尾 因為那些DVR他也不想換掉 所以他就是用NX 去透過DVR去收他的舊影像 然後接到他的新影像 然後做了一個電視牆 在他那個地方 那他有一個蠻大的訴求 是備員 因為他以前用DVR 常常被Challenge 就是DVR故障 資料都沒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只要一故障 那一區的攝影機都不能用了 比如說 如果Coach那邊故障 Coach一定跟你argue 對吧 甚至他會跟他Challenge 多久沒錄影 我要回饋多少錢等等等等 那另外一個 UNIQLO 那這個的挑戰 跟剛剛那個挑戰又完全不一樣 剛剛那個是只有一個站點 對吧 UNIQLO 這是應該是香港 香港UNIQLO 他有很多個站點 很多家電 他遇到的困難是 店頭那邊的人一直換 常常換 因為工讀生 或者是做一兩年就要離開 那每次一換 他就要再派人過去做交易訓練 怎麼用這套監控系統 那很妙的是他做NX 當然第一個是希望有Failover 不要有掉釣的問題 第二個是 有人 新人來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上手 這個是他們需求 蠻特別的 那NX當然很好上手 對他來說 不用怎麼學習就會用 那這也是香港 他們講四大 四大物流行 全部都用NX 那當然 我記得UPS UPS並非全用NX 大概一半一半 還沒有全換 那所以 他們是蠻自豪的 就是物流好像全部掌握住了這樣 那他們現在正在進行一個推廣 就是說 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 剛剛講的貨櫃車馬 也把它坐上來 因為貨櫃馬 坐上來之後 因為物流中心 他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 怎麼說 去管控他的這些貨櫃嘛 好比說 好比說今天Nike 打電話去DHL 說我的技能貨櫃到了沒 他又馬上能夠查到 對吧 他可能會有記錄 有到了 那什麼時候到了 在哪裡呢 現在 他可以在NX裡面 輸入這個 互惠號碼 去查到目前的方向 在哪裡 可能正在前往九龍 或是等等等 一些訊息 OK 那我們也有這樣子的 這個行動裝置的 這樣子的 合作夥伴 那除了這個理例之外 我們也有別的合作夥伴 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大概提一下而已 那我們有更多的案例 就是我們官網上 有提供給各位看 那各位可以到我們的官網上 去看更多的案例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官網上其實一直都有一個 算是教育訓練區 在我們官網 來我直接跳過去看好了 這是我們官網 那在右上有一個 MyNX的這個路口 我非常推薦大家都去住這個 你點進MyNX之後呢 裡面有大量的內容功能使用 那我剛剛要講的那個 Trainning的頁面就在這裡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有一些文件 我們的每一個課程都有文件 PTT的文件 以及影片 建議你們可以去讀這個PTT文件 或是搭配影片 然後把這幾個課程都學一學 第一個當然是簡介 系統的規劃 然後我們的Client怎麼用 Server幹嘛的 Cloud是幹嘛的 手機是幹嘛的等等等等 一切都做完了之後呢 這邊有個考試 我們可以蠻推薦你們去做一個這樣的考試 裡面會有80個問題 那當然比較麻煩它是英文啦 會有80個問題 你都回答完了之後呢 如果能夠達到90%以上的正確率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像這樣的證書 這個證書其實也不代表什麼啦 這只是說我對NX夠了解 由官方認可給你的這樣子的一個漂亮的文件 證明你很會用NX 那作為一個SIA來說 對User你就是一個算是考核過的一個角色嘛 你對NX有相當程度了解 你才拿到這個東西 我們蠻推薦大家都去搞一個 那剛剛說在這個Portal上面 其實有一些功能可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Tour這個東西 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叫做系統計算機 那其實就是去計算你的硬碟頻寬啦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輸入一些你的資訊 你的按鍵的資訊 你的email 因為最後我們可以弄成一個報告寄給你的 那在這個地方 攝影機你可以選擇 我是1080P的攝影機 每秒20張 264或是265 然後我有假設100支 我要錄90天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你總共需要100多T 總頻寬會是100多M OK 那你再到這個Server這一頁 基本上你是自己決定啦 你的Server要哪一種 I5或I7 你自己決定 因為我們不管你用哪一種 基本上都可以 16G 然後硬碟的部分 OK 我比如說找個8倍的這個Server 全部用10T的硬碟 我要做Rave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配置做起來 它有提供給你63.49T的空間 那我們需要113對吧 所以不夠 那我再加一台 OK 我兩台加起來126.99T 那足夠了 足夠這個113的對吧 OK 那你就可以做攝影機配置 基本上就自動吧 每一台配50支 每一台配50支 然後確定 然後一切都完成的時候呢 就按這個Create Report 我們就會把這整個報告 漂漂亮亮的寄給你 可以作為你對業主的一個參考 你幫他做系統規劃的一個參考 這個蠻好用的 或者是你不需要report 你只是需要來大概了解一下 你需要多少T 這邊都可以去做一些計算 做一些計算 那不懂得怎麼用 這邊有一個教學 影片教學 OK 那再來第二個是 OK 我跳出來了 Tour 有一個是Support List Support Device 一樣 不懂得怎麼用的話 這邊有教學 你點進來 這邊是一個 我們的資源列表 好 在介紹這個列表之前 我必須先講一下 這個列表是一個智慧型的列表 也就是說 在全世界 只要有一支攝影機的型號 有一個型號的攝影機 它同時被三個人 曾經使用過 也就是說 有三台NX 都用過同一個型號呢 它就會自動的被我們 丟上來這個列表上 也就是說 這個列表上記載的 是真正有人 在這個世界上使用過的 好比說 我現在打一個 會避免廣告嫌疑 那我就隨便找來這個攝影機 好 比如說這一次攝影機 那它有人用過 然後呢 它是用什麼19201080 這會有一些它當時使用下來的一些內容 比如說它支援這個雙向語音對話 它支援語音 支援Motion Detection等等 支援IO 那下面會告訴你說 它用過的 這怎麼說 它用過的氛圍是哪一個 OK 蠻代表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流行度 這怎麼講 受歡迎程度 好像很多人都用這個氛圍 這個很高 79% 比較少人用這個氛圍 21% 所以看起來是蠻多人使用這支攝影機 用過這支攝影機 OK 所以在日 基本上呢 在這邊找得到的 代表真正有人使用過 那不在這邊的呢 也不代表我們不支援 因為我們完全的支援OnViv 完全支援OnViv 那如果我們有不支援OnViv這攝影機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用RDSP把它加進來 是可行的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有攝影機拉不進來的啦 不太有攝影機拉不進來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你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這些工具 那這邊可能有一個你會感興趣的是 Walk with NX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整合的partner 都會被我們列表列在上面 如果他有來登記的話 你可以去點選他 然後去看看他做了什麼樣的功能 比如說 這間公司 OK 他是做臉部辨識的 他會放個video在這個地方 讓你看 這個整合大概長什麼樣子 會有些簡介在這裡 甚至會有個怎麼設定 如果你去用了他的東西之後 怎麼在這邊做設定 做這個整合的設定 你需要支援聯繫方式的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蠻 我個人來說蠻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在整合這一塊 都是我們兩方之間做完 提供給user 那也不是說我把user 我把這個功能買進來 再賣給你這個user 不是的 我們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讓user自己去點選挑選 就是說 這是一個分享市場的一個機制 共享客戶 他的客戶可能會介紹給我 我的客戶介紹給他 那對使用者來說 好處是 你不會被加價 因為你都直接direct跟他買 那第二個是 你只要遇到任何問題 找他或找我 我們都能夠一起幫你解決 不會有踢皮球這件事情 OK 那對今天的部分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跟各位也廣告一下下 我們在五天禮拜四 早上十點 會有一場亞洲的跟鐵雲的一個 算是Solution Day吧 就介紹一下 那一場會是英文的 那當然鐵雲有一些方案 然後到時候就賣個關子 到時候可以去聽那一場 去了解一下鐵雲會提供給各位什麼樣的功能 那在那一場上我也會講NX 那講一點點啦 大概就講30分鐘20分鐘左右 講一些NX基本的東西 那大部分會教給鐵雲去講他的功能 那在下禮拜四跟五 下禮拜四跟五 也就是十一十二號 我們會跟我們車牌編市廠商Vestor 去做一個 算是垂直領域的一個教訓訓練 在六月十一號禮拜四 一樣是早上十點 我們會做智慧程式 的一個講解 那一樣我這邊會講一些NX的功能 怎麼樣在智慧程式上套用到NX的一些功能 怎麼樣應用上去 那也是大部分時間會交給那個車牌辨市的這個partner 因為他的東西在智慧程式上已經有適用的案例 在一些地方 他會跟各位介紹 跟介紹怎麼樣用在一些智慧程式的部分 那一場會是中文 那他是一位新加坡的女生 一位大美女 那六月十二號禮拜五 一樣是跟中文大美女 我們會做智慧港口 智慧港口或智慧物流這樣的議題 一樣是用他的方案 那他會跟各位解釋 用他的這個所謂的貨櫃辨識 貨櫃碼辨識怎麼樣辦到我們在一些貨櫃港口的案例上 怎麼樣幫到忙 那一樣 我在NX這部分會介紹怎麼樣在那個智慧港口 智慧物流的地方去幫到什麼忙 這樣 跟各位打個廣告 OK 那今天大概就是到這邊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一下 我本來想說今年可以搞一個 除了Secute Tag之外 搞一個北中南的一個 北中南的一個巡迴 巡迴Seminar 對 但是疫情發生 OK 剛剛提到的 對 剛剛提到的 後天用英文講解的那一個 也是Veminar 然後也是用我們這個Room來做 那下禮拜 下禮拜四五的那一場 那兩場會是比較私有的 就是我們會私腰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發個email給我 我會邀請各位 我應該會邀請各位 今天來聽這一場的所有的來賓 都會邀請那一場的資訊 那如果有 不是在我邀請名單內的 也請發email給我 我會寄那個會議通知給各位 下禮拜的那兩場 會是用Google的meet Google的meet來做 就不是用Room 因為Room我在下 那兩天已經 我們公司有排行程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公司的Room 那免費的又只有40分鐘 所以我們用Google來做 OK 那我是 我個人是蠻推薦 那個下禮拜那兩場 下禮拜那兩場 因為是蠻針對智慧城市 跟智慧港口智慧物流 那會講的蠻詳細的 如果各位不會聽到睡著的話 我蠻推薦要去聽那兩場 那我們目前在越南印泰國都做完了 那回想蠻好的 都會有一些 當然我們可能不能在會議上去討論您的案件 因為可能你們不喜歡曝光 對吧 但是先聽聽我們有什麼東西 那會後我們都可以再去跟 這個跟我們細聊 細聊 好 那關於這幾場我們都一樣 我們會發通知給各位 好 那各位有需 那我其實我不太確定 各位今天來聽到這一場是 我公司發給您的 還是我私人發給你們的 如果是我發給你們的話 那當然下支機場我都會再發一次給你們 那如果是從我們公司那邊接到訊息 或是從Facebook或是等等聽到的話 那再麻煩給我一個E-mail 讓我知道我要邀請你們在下禮拜那兩場 好吧 OK 那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可以我還是喜歡面對面 因為面對面我可以看到你們的表情 直接聽到你們說話 不是這種死板板的 好 那總之我現在都不能出國 人都台灣對吧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發E-mail給我 或是如果有我的 Message的訊息都可以發給我 好嗎 謝謝 謝謝謝謝 好喔 謝謝謝謝Vincent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那接下來的機場 我訊息也都會發給各位 那有興趣的話就大家一起來 只有後天那場 For AIPAC 整個 AIPAC的會用英文 那下禮拜的那兩場 For台灣的都是用中文 OK 好 謝謝囉 謝謝囉 祝各位有個愉快的一天 拜拜 好 開心 謝謝 為我們主 ever 今天下禮拜YeahPA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